女人只是在河边等男友 却突然听到身后传来一阵怪异的响动 他猛然回头 竟发现一只野生丧尸出现在不远处 仔细一看还开启了万花筒血轮眼 阿珍被这一幕吓得连连后退 丧尸发现他后 也摇摇晃晃地跟了过来 他赶紧转身回到车上 结果还没来得及关上车窗 丧尸就已经来到了车旁 接着把爪子伸进来想要攻击他 阿珍见状只能下车逃命 跑去河对面找男友 不料却因为太过慌张 不小心摔在了河里 好在这时问路的男友 带着当地的村民及时赶来 阿珍赶紧跑到男友身边 把刚刚的事情都告诉了他 可当他们回头却又什么都没看见 阿伟还以为阿珍在开玩笑 但听完阿珍的描述 村民却说的确有这么一个人 不过在一个星期以前 他就溺水死了 也许是其他流浪汉 听了村民的话 两人并没有放在心上 而是继续开车前往阿珍的姐姐家 由于不认识路 他们就这样兜兜转转 一直开到晚上 而此时阿珍的姐姐梅姐 正躲在仓库里 背着丈夫吸面粉 可还没开始 就听到一阵奇怪的声响 他循着声音找过来 赫然发现一只丧尸 从黑暗中缓缓走来 这可把梅姐吓坏了 赶紧用工具打碎窗户 在即将被丧尸抓到的时候 跳窗逃生 接着马不停蹄地跑去找丈夫 此时他的丈夫 正在拍摄花花草草 突然就听到妻子的求救声 他转头一看 发现妻子正在被一个壮汉欺负 作为男人怎么能忍 于是果断上前 将妻子护在一边 二话不说 就跟丧尸互掐在一起 但他哪里是丧尸的对手 仅仅一个照面 就被瞬间扑倒 而他的妻子 却傻傻地站在一旁看戏 一点都没有要上去帮忙的意思 这时他的丈夫 摸到一块石头 狠狠地朝丧尸杂去 但这点伤害依旧无济于事 可梅姐依然选择继续看戏 有这样一个妻子 真是太棒了 直到亲眼目睹丈夫 被丧尸活活掐死 梅姐这才有了反应 她大叫着连忙逃跑 幸好阿珍两人开车及时赶来 灯光把丧尸吓跑了 梅姐这才侥幸逃过一劫 第二天一早 警方就接到报案来到现场 但经过对现场的勘察 他们却怀疑到了梅姐的身上 对于梅姐所说的丧尸 警长根本就不相信 因为他们在梅姐的家里 找到了面粉 怀疑梅姐是吸食面粉产生了幻觉 所以就杀害了自己的丈夫 再加上梅姐一直都有这个爱好 夫妻俩还经常为此大吵大闹 这点更加让警长确信 梅姐就是杀人凶手 但阿珍却坚信梅姐所说的是真话 因为她也见过那只丧尸 可尽管如此 警长还是决定先将梅姐 带回警局调查 除非让她亲眼看见 那只所谓的丧尸 就在阿珍两人不知道该怎么办事 却无意中看到警察手里 拿着梅姐丈夫的相机 因为她遇害时刚好在拍照 相机很有可能拍到了丧尸的样子 于是两人趁警察不注意 悄悄偷走了相机里的胶片 随后又拿到清洗照片的地方 可在等待照片的过程中 阿伟却接到了警局的电话 说梅姐因为昏倒被送到了医院 于是两人马不停蹄地赶了过来 好在梅姐并无大碍 但阿伟在医院瞎逛的时候 却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一个护士竟然被一个刚出生的婴儿抓伤了 手无腹肌之力的婴儿为何如此暴力 而医生却说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有几个来自同一个小镇的婴儿 都同样具有很强的攻击性 阿伟一听居然是他们来时经过的小镇 原来就在阿伯遇见丧尸的时候 阿伟就因为找不到路去过小镇的一家农场问路 结果却发现他们在使用一种 能发射辐射的机器消灭害虫 这一切会不会跟那个机器有关 听到这里 医生瞬间就来了兴趣 于是在阿伟的带领夏立马就来到了农场 但经过询问 工作人员却表示机器所产生的的辐射 只会影响神经系统最初的状态 微生物和昆虫会受到影响 对进化很久的人类绝对不会产生影响 而且这个机器是经过了严格测试的 可医生听后并不这样认为 因为新生儿的神经系统也同样处在初级状态 但对婴儿具体有没有影响 还得经过测试才能确定 很快两人送到店里的照片就洗出来了 可遗憾的是丧尸并没有被拍到 尽管阿珍一再表示 自己真的看到了丧尸 而且就是报纸上死掉的流浪汉 但阿伟却依然不信心 为了让阿珍不再疑神疑鬼 阿伟只好亲自取流浪汉遗体所在的墓地确认 殊不知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在警方的监视下 两人来到存放遗体的墓室后 阿伟随即挨个打开棺材查看 一开始并没有发现异常 直到打开最后一幅棺材 发现里面的遗体果然不见了 难道消失的遗体就是流浪汉吗 还没搞清楚状况 两人就发现墙壁上出现了大量的血迹 阿伟爬上梯子一看 竟然是墓地管理员的尸体 就在这时墓室的房门突然关闭 紧接着那只丧尸就出现在了面前 看到这一幕 阿伟终于相信了阿珍的话 可两人已经无路可逃 眼看丧尸扑向阿珍 阿伟赶紧拿起一根铁棍 直接给丧尸来了一个透心凉 然而丧尸不仅没事 反而转身走向阿伟 阿伟本想再次发起攻击 却被丧尸直接推倒在地 眼看不是对手 阿伟只能逃走 没想到丧尸并没有追上来 就在两人一脸懵逼时 丧尸却静止走向一旁的尸体 只见他用沾满鲜血的手 在尸体的眼皮上轻点两下 接着又打开另外一幅棺材 做着相同的动作 没想到下一秒 棺材里的尸体竟然也变成了丧尸 危机之时两人发现一个洞口 于是立马就顺着梯子爬了上去 可刚把阿珍送出去 两只丧尸就抓住了阿伟的脚踝 好在经过一番挣扎 阿伟成功挣脱了束缚 与此同时 跟踪而来的警察也找到了阿珍 可阿伟刚从里面爬出来 就发现一只丧尸拿着十字架追了出来 转身又看见了另外两只丧尸 无路可逃的三人只能躲进一旁的屋子 警察仗着手里有枪 二话不说就对着丧尸扣动扳机 结果却发现这些丧尸根本就打不死 眼下他们只能死守这间屋子 冷静下来后的阿伟终于明白 农场的那个机器就是罪魁祸首 辐射可以对初级的神经系统产生作用 而婴儿和刚刚死去的人刚好具备这个条件 辐射影响了他们的神经系统 致使他们都变成了嗜血的丧尸 而且这些丧尸还能通过鲜血唤醒尸体 如果继续让他们肆意妄为 后果将不堪设想 不料话音刚落 丧尸就开始强行破门 更糟糕的是 刚刚警员还不小心把对讲机掉在了外面 这样下去丧尸迟早会破门而入 为了能联系上队友 警员只好冒险出去捡对讲机 但没想到刚出门 就被丧尸扛着墓碑打断了腿 还没摸到对讲机 警员就领了盒饭 而丧尸又开始拿着墓碑撞门 躲在屋里的两人被吓得瑟瑟发抖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丧尸破门而入 面对步步紧逼的丧尸 两人彻底陷入绝境 危机之时阿伟拿起墙上的油灯丢在地上 本想阻止丧尸的步伐 却无意中发现了丧尸非常怕火的弱点 熊熊大火瞬间包围所有丧尸 很快就把他们统统烤成了焦炭 两人趁机逃脱后 决定焚头行动 农场关闭那台辐射机器 可工作人员无论如何都不信邪 还告诉阿伟要相信科学 更糟糕的是 为了提高杀虫效率 他们还把机器的功率调到了五公里 这说明这个范围内刚死不久的尸体 和刚出生的婴儿都会发生变异 气急败坏的阿伟直接对着机器一顿猛砸 然而工作人员却开车赶去警察局报警 因为受到辐射的影响 美姐的丈夫果然变成了丧尸 到了晚上 警长也带人找到了目的 看着惨死的警员和烧焦的尸体 不明所以的警长却认为阿伟和阿珍是变态杀人魔 而阿珍这边刚来到警局 就发现这里已经被丧尸攻陷 他吓得呆站在原地 浑然不知一只丧尸正在靠近 虽然手臂被丧尸弄伤 但好在捡回一条命 在对方再次追上来之前 他赶紧开车逃跑 走时还不忘从丧尸的身上撵过去 在逃跑的途中 阿珍遇见了从农场赶回来的阿伟 得知警局发生的事情后 阿伟急忙把受伤的阿珍送到加油站 拜托老板娘打电话叫救护车 然后带着一桶汽油立马赶去警局 可没想到刚到达目的地 就被埋伏已久的警察当场抓住 看着阿伟手里的汽油 警长断定他想毁尸灭警 还说他已经把尸体都送去了医院 但警长并不知道美姐的丈夫已经变成了丧尸 阿伟得知后顿感不妙 因为医院里有很多尸体 如果让丧尸把尸体全部复活 后果将不堪设想 可面对阿伟的解释 警长依旧认为他在编故事 还认定他就是杀人凶手 为了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 阿伟只好趁着上厕所时逃之夭夭 然而等他来到加油站找阿珍时 却发现阿珍已经被老板娘送去了医院 无奈他只能再次起身赶往医院 殊不知跟他担心的一样 装死的丧尸刚被送到停尸间 就袭击了里面的工作人员 而停尸房里面的尸体 也已经被丧尸复活 并且开始在医院里为所欲为 此时美姐得知妹妹阿珍也在医院 于是叫医生带她去看望一下妹妹 两人浑然不知医院发生了什么 就在他们准备下电梯时 身后突然出现几只丧尸 美姐赶紧躲进电梯里 但却被丧尸抓住了脖子 外面的医生经过一番抵抗 最终也没能逃过一劫 很快变成丧尸的美姐 就走进了阿珍的房间 而阿珍却丝毫不知 直到姐姐拿着手术刀对她发起攻击 本就受伤的阿珍又被捅了几刀 好不容易从病床上逃脱 结果刚准备出门 就被另外几只丧尸堵在了门口 与此同时 阿伟终于开车来到了医院 可刚走进来 就看到了无比惨烈的景象 她点燃火把解决一只丧尸后 就立马来到了阿珍的房间 只见阿珍躺在地上已经奄奄一息 靠着手中的火把 阿伟轻轻松松就干掉了房间里的丧尸 并且成功把阿珍救了下来 但很快阿伟就发现阿珍的眼睛不对劲 果然她已经被转变 阿伟拼命挣脱束缚 顺势把阿珍推进了火海里 不料这一幕刚好被赶来的警长发现 他二话不说就开枪击毙了阿伟 遇到这样的老六阿伟真是死不瞑目 然而警长还不忘嘲讽一下死去的阿伟 在电影的最后 警长成为了破获大案的英雄 殊不知他刚刚说过的话 马上就会应验 因为此时的机器已经被修好 并且再次投入使用 晚上警长吃完庆功宴 刚回到家里 就感觉背脊有点发凉 转身就发现了可怕的一幕 黑暗中走出来的丧尸 正是复活的阿伟 而影片也到此结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